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生会对爱情有着浪漫的幻想 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和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去谈一场浪漫的恋爱 所以在很多时候就不会单单把金钱看成爱情的条件 女生在很多时候会看中追求者这个人本身的状况 同时也会根据自己和追求者之间的感觉来对彼此的关系 做出一个规划 这是女生在爱情当中的一种心态 同时也是对伴侣的一种要求 因此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在喜欢上一个女生之后 就应该懂得用正确的方法去打动对方的心 不要总觉得金钱是万能的 选择合适的方法才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爱情 也才能够拥有后半生的幸福 例如男人在追求女生的时候 如果能够主动做这三件事情 就可以快速撩动女性的心 并且可以和这个女生拥抱爱情 这种方法远比给女生赠送金钱要好的多 这是单身男人需要了解的问题 一 男人主动去影响女生的情绪 对于大多数女生来说 他们在面对爱情问题时 往往很渴望自己的情绪有所波动 因为只有当情绪有波动之后 女生才会产生爱情的感觉 也才会对自己的追求者产生一种特殊的倾诉 试想一下 如果女生在面对男人时没有情绪波动 很多时候都是以对待陌生人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男人 那么就说明女生对这个男人没有动心 更不会和这个男人产生爱情的感觉 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单身男人就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 他们在和女生相处时太过于平淡 不仅没有让女生产生情绪波动 甚至在很多时候会让女生感觉特别无聊 这样一来就无法达成目标了 因此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要想撩动女生的心 那么就需要主动去影响对方的情绪变化 要让这个女生产生情绪方面的波动 这样一来才能够在女生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进而才能够产生爱情 例如男人在和女生相处的时候 可以开个玩笑或者是反驳一下女生的一些小意见 这样的一种做法不仅不会让女生生气 反倒有利于彼此关系的增长 这是男人需要尝试的一种方式方法 另外男人在和女生相处的时候 也要懂得制造一些浪漫 可以在女生不经意的时候 为对方送一束花 也可以在和对方约会的时候 准备一份浪漫的小礼物 这些行为都有利于影响女生的情绪 当男人在和女生相处的时候 能够影响对方的情绪变化 就可以对这个女生产生积极的影响 时间长了之后 就能够在女生心中有深刻的印象 并且在后面可以拥抱浪漫的爱情 总之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在追求女生的时候 一定要成为女生心中最特殊的那一个人 不要太过于平淡 也不要太过于枯燥 更不能一板一眼 要懂得影响这个女生的情绪 二 男人主动改变和女生之间的范围 在现实生活中 一部分单身男人 之所以没有追到喜欢的女生 原因并不是因为这部分男人的条件太差 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改变和女生之间的范围 所以导致自己和女生之间 一直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就像很多男人 追求了女生很长的时间 但是他和女生之间的称呼范围 仍然停留在陌生的状态中 并没有丝毫的变化 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 男人的付出也就没有想象中那么有效果了 这是很现实的情况 要知道女生在面对这种状况时是不会主动的 很多时候会把自己和追求者之间的关系 一直停留在这种状态中 最终也不可能喜欢上这个追求者 这样的例子必须要引起警惕才行 所以作为一个单身男人来说 在追求女生的过程中 要主动改变和女生之间的范围 不仅要从称呼当中做出改变 同时在日常相处的肢体与眼中也要做出改变 这是有利的一个方面 例如 男人在追求女生很长时间之后 如果发现彼此的关系已经很好了 在这个时候可以主动去改变下称呼 不要太过于陌生 这样的做法就有利于自己和女生之间的感情增长 另外 男人在肢体与眼方面也需要做出改变 在和女生约会的时候 不要间隔太远 在和女生相处的时候 可以偶尔有一些肢体方面的接触 这样的做法能够让彼此的关系有所进步 当男人从这些方面做出改变之后 就能够让自己和女生之间的氛围 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在后面的生活当中 不仅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爱情 同时也能够和女生拥抱婚姻 其实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要想和一个异性有所发展 那么就必须要改变双方的氛围 不能让彼此一直特别陌生 否则等待自己的就只会是失望 而不会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这是一个极为现实的情况 三 男人主动从细节方面征服女生的心 对于大多数女生来说 她们在面对感情问题时 不会轻易做出一个决定 但是她们的内心 却会因为男人的一些细节而感动 这是女生在感情方面的一个弱点 也是男人追求女生的一个方法 在现实生活中 一部分男人 对于自己喜欢的女生特别好 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 然而他们却不懂从细节方面做出努力 只会做一些很前线的付出 这样的做法就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就像有的男人 在和女生相处的时候 经常对女生说 我爱你一辈子 甚至是对女生承诺 这辈子非你不去 而这样的一种做法 往往会让女生产生免疫 最终也就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 因此 男人想要追到自己喜欢的女生 就需要从细节方面来表达 对这个女生的爱意 这样才能够从情感深处 来征服这个女生的心 这是很多男人忽视的 也是必须要去做到的一点 例如男人在喜欢上一个女生之后 就应该了解 关于这个女生的一切细节 不仅包括这个女生的年龄 生日 工作 还包括这个女生的喜怒哀乐 了解清楚之后 才能够有后面的细节表达 另外 男人在和女生相处的时候 也可以运用自己了解的这些信息 然后从一些不明显的细节当中 来表达对这个女生的爱 这样就可以让女生感到特别温暖 同时也能够为感情的发展奠定基础 当男人从这些方面 做好自己的事情之后 就能够快速地走到女生的心中去 同时也能够让自己和女生之间的情感 有一个稳定的发展 最终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爱情和婚姻 其实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在面对感情问题时 都需要重视细节 要从细节方面来表达爱 这样才能够让自己喜欢的人感动 同时也能够让自己所爱的人感到满意 这是极为现实的情况 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和喜欢的女生 能够拥有一个好的结果 然而在很多时候 却没有一个理智的思考 所以导致自己的追求没有效果 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罕见 而男人要想改变这方面的问题 就必须要了解女生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 同时也要了解女生对待爱情和伴侣的一些要求 这样才能够对症下样 最终才可以拥有自己想要的结果 所以小红建议男人 在喜欢上一个女生之后 要想追到对方 最正确的方法不是给对方赠送金钱 而是主动做上述的这三件事情 从这些方面做出努力 才能够得到想要的结果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